好,再来第31题 利用公式解写下列各一元一次方程式 好,你在写题目的过程中 你只要一直啦 你就一直重复把这些东西 重复写起来就好了 所以x等于 哎呦,怎么变这样 x等于公式是2a分之负b 加减根号 b平方减掉4ac 对不对 好,再来 一样把这个答案弄进来 x等于2a 所以2,3得6 好,6分之负b 加减根号b平方 4,4,16 b平方减掉4乘3乘1,5 对不对 好,所以是16减掉60 哦,16减60等于负的什么 44,好 哎呦,可是写完之后你会发现不对啊 根号如果是负的那是没有解的 那是无解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一题的答案其实就是什么 无解哦 好,再讲一遍 再讲一遍 在国中啊,根号是不能有负号 应该讲 根号里面如果有负号 那这一个答案就会无解 好,所以你就把公式套一套之后变成 2a分之负b加减根号b平方减4ac 嗯,好,这一题 根号里面是负的 所以答案就无解 OK吗 这一题就是这样子 好,再来我们来看第二小题 s平方减9x加7 好,感觉会好一点点 来,我公式再写一遍 反正你就是一直写啦 你就写很多次写很多次 就会啦 2a分之负b加减根号b平方减4ac 好,继续 这个叫x等于a就是1 好,所以就是2分之负负9 加减根号b平方叫做81 减4乘以1乘以负7 4728 对不对 109 我看一下有没有错 所以4728109 所以就是加减109 好,109也跳不出来 所以这一题的答案就是这样